大家好,我是一心 昨天上午呢,就有一个许久不跟我联系的一个朋友啊 突然就跟我聊了几句 他是,老家是河北的 然后就是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呢 就一直来自博这个地方来打拼 经过几年的打拼 本身他也是属于挺有聪明才智 也挺敢敢干的这样一个事业性的人啊 然后呢,也在自博这个地方啊 打拼的算是些有成就啊 应该我,据我所知的话是有六七道房产 没有任何负债的 但是因为做了这几年下来的话 就他原来那个厂子是机械加工 是属于机床这个制造这样的一个厂子 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干 所以他到最后就一直是想要转行 在去年的时候啊,机缘巧合 他是想要去转行一个跟建材相关的一个行业啊 然后自己手里可能也有几百万的一个资金 但是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那个钱已经没有办法支撑继续运行下去了 我知道他今年上半年还融了一个一百多万的一个资金 但是这不半年都过去了啊 他昨天跟我说起来 他那个事情没有做成,现在放弃了 现在不得已呢 又重新回去做他的这个机床加工这个生意了 其实因为我对他的了解呢 我知道他这个人呢 就自己觉得属于在这个七零后啊 就是79年的嘛 他自己还是属于觉得自己小有成绩 然后非常骄傲的一个人 然后也挺自以为是的 我又不好过分的打击他 然后呢 就是我也没有再多聊几句 但是我个人并不看好他再去回去 干他那个就是机床加工的这个行业啊 可能有好多小伙伴知道我前的时间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 其实你创业啊 就是极大的概率 你是会输的啊 现在目前来说 很多已经负债的人啊 都是通过自己这个雄心勃勃去创业啊 到最后搞得自己啊 原来的时候是没有钱 到最后变成负债累累的 然后是这样一个结局的啊 但是你像他 他虽然是说原来的时候也有厂房也有设备 但他再去去看 他的生意就会继续搞起来吗 并不是的啊 我不这样认为 咱们其实啊 特别是2021年啊 就很多人已经都有这样的感受了 我们今年正好在处于一个 包括政策 包括行业啊 都在一个大变革的一个时代啊 就是也是属于一个行业大洗牌的一个时代啊 包括你像今年这个教培行业啊 房地产行业 包括建材相关的一些行业吧 他都是属于啊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 在从一个热门的一个行业 逐渐慢慢的进入一个冷门的行业 那么生产制造性的一些企业呢 也逐渐的被一些相对来说 大的有生产能力的一些企业 然后就是淘汰掉了 因为咱现在通过 特别是这个疫情以后啊 就是我们这两年 更多的老百姓 更加习惯了这个 呃 线上去消费 其实就目前这个经济形势来说的话 老百姓手里的这个消费能力 已经很弱了 那么本身啊 就是大家也都在想着 就花最少的钱 去买到自己生活的必需品 啊 这样的一个需求下呢 很多老百姓不得已 他就已经到这个 网上去买东西 而现在我们 呃 可能很多老百姓都已经习惯啊 就从这个直播间去买东西了 就是已经 甚至拼着多呀 淘宝这样的平台 都已经逐渐的在 啊 被筛选掉 这头部主播啊 你像李佳琪和威亚 他们一场直播 有可能就能卖上百亿 而一个李佳琪和威亚就打败了咱们在线下的很多成千上万个经销商和成千上万个这种生产制造型的这种企业啊 这种企业老板呢也会随之破产啊或者慢慢的退出这个市场的主流啊应该是说这一群老板他们都是随着改革开放啊当时刚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敢想敢干啊就是挺胆大有梦想的一群人啊他们也为咱们这个中国经济啊快速发展 然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啊就是洪流啊已经过去了 他们的这个历史使命啊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就是历史大变革的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甚至财富重新分配的这个时代 他们确实也是时候该推长了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啊就是能够就是屹立在这个主流的这个这个市场当中的那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能够提供给给大家更多的便利 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才有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再继续去站住脚 而现在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又有一个非常现实又很残酷的一个事实是什么 就是创新非常难 即便是你有了一个创新的一个项目 也会非常容易被这个资本家然后打包多少钱 一下买过去到最后甚至顺手就把你提出去 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家在掌控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局面了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包括一些这种弄的一些百年老店对吧 然后他们的这个就百年的这种企业品牌 完全没有办法干过很多的这种就是网上的一些网红产品 这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经济 然后互联网电商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应用 深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认认真认的去分析它 但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这种很多中小企业的这种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而这个还得经营这种中小企业的这些老板们 是时候该调整方向 然后换为思考 重新给自己找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准确的定位了 我们之前曾经有句老话叫30年河东 30年河西对不对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 这个这个时代发展的时代是太快了 就连于敏洪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人 他也不得不说一句很感慨的话 说时代想要把你抛弃的时候连身招呼都不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一些忧患意识 提前的去布局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 规划 然后呢 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这个行业还在这个 目前来说还能够有一些生存空间 就就是非常庆幸 也这个就是非常得意 说现在这个大变局没有变革到你 你就自己可以稳坐台山了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一天一个样 包括你像今年2021年 出来很多的新概念 对不对 然后你像这种就是智能人啊 虚拟人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各大网络平台 开始带货了 前段时间最火的那个抖音推出的那个柳叶希 一个美妆博主啊 他一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评论区里边已经有很多的粉丝开始问 他这个口红是多少色号的呀 所以说啊 就是能够打败李佳琪和威亚的啊 有可能真的是这群智能人或者是虚拟人的这种 这种带货主播了 所以说很多东西它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 也不可能是永久的存活的 那我们是需要这种就是自然法则规则的啊 就是它有生 它自然也有灭 而我们这个当代人呢 就是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这种观念 然后跟上这种就是时代更迭的这种步伐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经济的浪潮当中啊 不容易那么快的被甩在后边啊 被淘汰掉 说这么多 我是大自不得一心 喜欢我 别忘了点关注